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艺术无间》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馆长姚俊庄 我们今天非常之荣幸邀请到香港著名的艺术家 和教育先驱者黄无邪先生 和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艺术历程和心得 我首先想请问一下黄先生 在过去这几个月里面 在疫情的情况之下 对你的生活和在你的艺术创作里面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过去这几个月 我基本上就很少回来画室作画 疫情本身是令到我们产生一种的心理作用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完结 同时也都反映人类的冒作 我一直都觉得我作为香港人 也都在世界上佔很小很小的空间 这个世界改变得很快 但是永远都有问题 这个就令我对于人类的前景 这个悲观感就越来越大 作为一个画家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 不过只是一个 只能够尽力自己做自己 喜欢的一个作品的人 这个就教我更加谦虚 刚才讲到有一点 我觉得 你说 开始觉得对世界 或者对我们生存的地方里面 觉得有些乐观的看法 那我就想想到 你其实过去那几十年里面的作画 其实你一直那些画作给我的感觉 都是非常之宁静 非常之漂亮 和是一种有种悠然自得的感觉 那这种这样的 这么正面的一种观感呢 其实是反映着你在不同年代 对于世界的一种很正面的感觉 还是这是你自己对世界的一种期盼呢 在某一年代 我是有个乐观的感觉的 但是呢 很多东西的发展 到了我地步的时候 就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会生成出来 也都令到我 对艺术的前景 就有一个质疑的影响 那面对 所有的艺术上的变化 我应该是做些什么呢 王先生 你说到对于前景 前路这个问题呢 就令我想起一幅 你在22年前做的作品 而这一张作品也都反映了 你对当时路向的探寻 我现在想请你和我一起 重温这一张万里寻原图 这一张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 我的背景比较复杂 就是我画作一般呢 就是用一个柚子的身份 来作为我写画的最明显的背景 这个柚子的身份 这个柚子的身份 就是说 我没有一个定的定点 我是在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地方 做我的创作 这种有特别 是表达一种复杂的心情 是 这种复杂的心情呢 是否可以透过你这里 这些水的文色 和这个 是 不断交错 去表现出了那种内 心路的历程 那种复杂的感想呢 是 我的风格其实基本上 就是犯欢影响最大的 所以 都轻海于密 就多过梳 这种特别强调 那个水的水流 也都强调那个天的雲景 那这两种东西呢 一天一地 一栋一静 几样东西呢 就带领我 就慢慢去找我的源头 我就喜欢 从很深沉的境界 就一直移向光明的 那我用光 也是我作品一个很大的特点 你看到这个开头 是很黑的 我从这个 黑暗 一直 希望 就带领我走到一个 较为光明的世界 看到这个光了 黄先生好像 没有人了 这张画 是 没有人了 就是因为 我觉得一真的有人的时候 你就量到 那个山有多高 第二 那个人的衣服 也都会令到他 就在时间上 有一个特殊的定位 所以就局限了 是 那我就想 避开这个 时空的问题 一张画 可以 很久之后 再看的时候 你一样 会觉得 它 是属于 任何时代 你也都想避开了 那个大 避开了 那个 所谓 scale 的问题 是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可以了解 为这些 这样的水 它可以是一个 不同的人看法 可以不一样 可以是一个很小的支流 或者如果我们是一个 很小的地方 也都说我们是一个 很大的 河流 这样 嗯 我要加一个人 不是很困难 但是呢 我所取的角度 也都不容易 容许一个人 在这个画面之中 会有一个 很特殊的存在 因为这个画面 是从高空去看这个世界 为主的 那人就算存在 都会小过一棵树 那棵树已经这么小 那人哪里有地位呢 那我们来到最后的这一部分 是的 就是差不多去到这里 就是我们觉得 就是进了一个 比较可拒可行的境界 那里呢 就比较黑一点 是 同时呢 就没有这里 那么 幽灵起伏 变化那么多 是 很有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画的题材 是万里层与 就刚好 你自己这个人生的经历里面 和香港的经历里面 都是来到一个convergence 一个交流处 那所以呢 这里就是可以 终结了你 是 还命你的 头半身的一个 人生的一个阶段 嗯 那好了 我们今天非常之多谢 黄毛泽先生呢 为我们可以讲解一下 他一生人的一些 画作的理论 和可以 教我们到达一张 这么精彩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